今日,幾篇的讀經都有提到一個主題 尤其是在第一篇和福音都有講一些的神事 大家都知道神事好像第一篇的讀經達薇爾那樣 看到兩樣東西 看到寶座上面安置了一位萬古常存者 他衣服潔白,頭髮潔白如模樣 然後再看到夜間的神事 看到一位相似人子的樣子成天上的魂彩來 來表達著天主、人子、他的神聖性 他的尊威、他的王權 大家都很渴求著有這樣的神事 又或者包斯谷那種神夢 我問你們有沒有渴求過呀? 有沒有渴過呀?見過呀? 不奇怪,是有發生的 在二千年來,很多的聖人也都有 有很多的聖人也有很多的神事 尤其是聖方祭,尤其是聖方祭 有些聖方祭,尤其是聖方祭的能力 尤其是聖方祭,尤其是聖方祭 有很多聖方祭,尤其是聖方祭 若望 一看到神事 看得到耶稣发光 看得到他那种王权 那种专威 他的神圣性 但是 我们很多时候将他注意力 放在他的神事那里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他这个情景的发生 耶稣 刚刚大概这个显性容 就是他的出生 和他的生死的中间 又或者刚刚完了他的领洗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感动的 看得到耶稣 他的讲道 他的行为 的正直 的公义 的爱德 受到感动 但是今天的情景 很特别 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这样 能够公开 给有几位的信 有几位的宗徒 看得到他的神圣性 他将来好像刚才 在达尼尔的看到那个人子来临的时候 那种的光荣 那种的王权 但是有没有想过 当他们三位的宗徒 看到 耶稣这个的显性容 那个时候 他很开心 是不是 但是 他们开心之余 他觉得很 很安慰 但是你再继续看下去 发生一样东西 就是发生到当 突然间 他们开始不仅仅神事看到东西 而开始停 他们听到什么 法刀六 讲话的时候 一片光耀的云彩 借着了他们 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大家好 记不记得了 法刀六 他们是不是 第一次听到呢 是不是 不是 什么时候我们都听到过 或者他们跟随着 很多跟随着 或者他们在一个人群里面 看得到 耶稣灵洗的时候呢 第二次的声音 再去听 而 他们听到了 但他们今次听到 不同以前 以前没有居除过耶稣 但他们现在听到了 他们怎么样 苦福在地 害怕 震惊 他们三位的中途震惊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这么震惊 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反而 他们看得到 耶稣显性荣 他们没有害怕 他们很开心 开心到就说 想留在那里 在那里搭棚 在那里做下令营 但是 奇怪 他们没有害怕 但一听到 天主的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听从他 就怕你上来 还要苦福起地 不敢起床 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 就因为 这个是天主的声音 原来天主的声音 这么震撼性 换句话说 当麦多路他们 看到耶稣显性荣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感觉到 显性荣的是将来人子来临的时候 那种 未必 即是他们没有感受到 那种的 王权那种的 天主 盛起里面 但是天主的声音 一出声 就 即刻震撼性 所以今天 第二篇的读经里面 圣伯多禄 提醒着就是说 他说 这事来着天主的声音 要亲耳听见 还有他说 这些就是认定先知的话 是确实的 这些的话 你们要十分留神 要十分留神 就是说 我们要留神住 天主的说话 天主的说话 这些神听 我们不要只是追求着神事 或者神梦 但是要听 要听从 听从天主的声音 有三类的声音 大家要听 第一类的声音 是天主直接 跟我们说话 但是这些很特别的 很多圣人 刚才举例那几位圣人的 就是天主直接 跟他们说话 通常要他们 做一些特别的事 他们创立一个修会 或者要特别 做一些使命 特别出来 直接 大家还记得圣保禄 数六数六 为什么你要危害着我 为什么你要追逼着我 直接天主跟他说话 就是说 那种的直接性 是权威性 那种令我们要苦福起地 害怕 但是 这种好 我相信 很少 但是第二种的声音 比较 普通 很多 第二种的声音 是天主的声音 但是今次 不是直接 而是 间接性 间接性的 就是借着福音的说话 当我们 看福音的说话 当我们突然看到 一句的说话 震撼性的 令到我改变 我的人生 令到我感觉到 使命的 在祈祷里面 又或者 在告解 里面 一个神父 一句的说话 或者 在讲道里面 很简单 就是一句的说话 天主 藉着 这些在宗教的 气氛里面 跟我们 讲的 还有一种 天主的声音 是更加间接感 而在普通的情形底下 来跟我们说话 这些说话 很简单 但也很直接 他一个例子 有一个 form 2 的十文仔 叫他做 B仔 好吗 B仔 突然间 他感觉到有圣诏 他常常祈祷 他在这里祈祷 天主 求你开启我 和我说话 坚强我的 去做神父的 这个召叫 在这里 天主 和我说话 突然间 听到 B仔 天主和我说话 B仔 你还没做完功课 原来是他妈妈的声音 在后面 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一个 常常不做完功课的 懒读书的 求天主 让他圣诏 不用说 不用想 这些是天主的说话 但藉着一个很普通的 又或者一个丈夫 很累 回到家 睡在梳化上 开了电视 又睡觉 又看 太太忙得 有个小孩 又要煮饭 突然间 丈夫帮小孩 哭 这些是天主的说话 提醒着他 要做爸爸的责任 又或者在公司里面 你在这儿打电视 在公司里面 用这些公司的时间 在打电视 大家同事 喂 早上去开会了 是天主的说话 你要理性 理行你的职责 大家明白吗 这些就是我们普通时候 能够承认 天主的说话 但大家有没有想到 觉得B仔 要读书 是神庭 但其实是的 是的 不要经常以为 只是看得到 又有 哇 有耶稣的像 又有耶稣那些 是天主 是 那些是 但是最普遍的 都是 立脚这样踏实起地 你看一下今天 再看一下今天 他的福音 福音还没完 他们俯復起地之后 还没完 去到最后那一段 你听一下 当耶稣 叫他起来 起来 不要害怕的时候 当他们举目一旁 还有没有神事 没有了 见到他是谁 耶稣 那个是谁 耶稣 是不是显圣荣的耶稣 不是 那个耶稣 始终是什么 你看看他的脚 始终是充满灰尘 走了多少路的耶稣 他的眼睛始终是很累 因为出去讲道 出去做这么多奇迹 他的眼睛或者有黑血都没顶 始终是那个耶稣 但是显了圣荣的耶稣 提醒着我们什么 提醒着我们 神事了之后 那种安慰之后 要回来 我们要脚踏实地 去哪里 之后 耶稣吩咐他们 要等到人子从死者中复活 大家还记得 他如果落了山下来之后 显了圣荣之后 大家猜不猜到 他向着哪里走的 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那里做什么 他背拾自家 死亡 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 完成这个责任 脚踏实地这样 面向着耶路撒冷 所以希望我们的注意力 今天不要集中下去 哎呀 究竟我又没有神事 哎呀 究竟我又没有神梦 发梦就有你们 或者现在主教讲的东西 你们发梦都不一定 是不是 但是聆听 做你们具基本的东西 这些 正如 我记得有一个很感人 有一个的本书 他写一个的修女 他说修女 整天病 但是他有很多神事 很多神位 他整天在一种 很多圣人里面一样 在祈祷里面的时候 虽然他病痛 但是他感觉到 天主经常看到 耶稣跟他讲话 而他那种热神 一路一路这样 很开心 浸淫到真的自己 一路渺小 而耶稣一路去扩大 非常 在他的神位 在他的神事里面的话 但是有一样东西发生了 就是他越来越病 他越来越弱 令到他 各样的在修院里面 种种的职责 做不到 而令到很多其他的修女 都要很富有 爱德地来照顾他 他有 一个矛盾在那里 然后 他的姐妹 跟他去看医生 发觉到原来 他有一种肩颠症症 而要做一些手术之类的东西 有两样东西 他现在要面对 就是说 他可以康复 但一康复了之后 他有一个神事里面 说他就会 没有了这些神事 但是如果他不好 他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他继续很多的神事 但是他看得到 很多的姐妹 围绕着他来 做很多的工作 照顾他 大家明白 这个修女的矛盾吗 现在就是说 他的掌识问他 他做不做手术 他的妈妈告诉他 你自己选择 给你 你选择什么 你继续病下去 但有这个那么神威 还是你做好之后 要做回所谓 普通的修女 要做什么 你知道我决定是什么 那个修女 他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他真的没有了神事 而做回一个 普通的一体 团体的工作 团体的生活 要做回所有的工作 要做回 要洗衣服 煮饭 所谓普通的生活 各位 你呢 很多时候我想得到 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而尤其是 你们在座 有几位将会是领肩阵 领肩阵 和有些小朋友领 领圣体 初领圣体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一会儿 你会听到主教话声 很大声 你会听到很多声音 提醒你什么 提醒你领洗的时候 那些小朋友 或者领洗的时候 BB仔 不知道 问回妈妈 记得回去一定问妈妈 发生什么事的 让你记得一下 聆听一下妈妈的声音 那里是天主的声音 希望你们一会儿听 一会儿你们领肩阵 那些 其实也藉着领肩阵 提醒在座 所有主来的兄弟姐妹 你们弃绝罪恶吗 你信吗 这些是声音 所以 在里面的 能够打动着我们的良心 打动着我们 在心里面 我们要聆听 各位 最后 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举例 我们的信仰生活 在这些神事 在这些神梦 在这些神听里面 在听 好像什么呢 大家去过 烧夜食嘛 BBQ BBQ 就是去起火 起火 有点炭 你点起 就这样有去 点炭 没可能 你放些报纸进去 这些报纸好 炭蒸好 或者倒些火水进去 砰 那些火有没有用的 是没有的 那些 很骚髒的火 而且烧一烧就没有了 你常常要 但是那些 你放些报纸进去做什么 令到那些炭烧着 第二步是怎么样 第二步呢 那些炭开始怎么样 有些烟出 那些就是那些水气 那些的杂 不是纯正那种热 第三步是怎么样 那些炭烧了 那些炭会有火了 但你试下放一只鸡翼 立刻怎么样 黑了 烧 但如果你想要一只很漂亮 烧得很漂亮的鸡翼 要怎么样 等到那些火怎么样 收炼 有一些热 各位 我希望你们的心 希望你们的信仰生活 就不要是那些 不要是那些报纸的火 没有用的 也都不要像那些烟那样 也都不是 只是得那些炭的火 一碰就烧了 黑的黑的 所有 第二 要是那些炭 不是火 那么大火 但有热 隐蔽的那种热力 才能够香噴噴的鸡翼 才能够出来 我们也是一样 各位 如果我们 好像一会儿 他们将会是领到 圣神 领尖坚证那些 你是会领圣神 领到他的神恩 七人 有果实出来的 初令圣体的 一会儿 你会第一次 圣体 能够感受得到 天主与你同在 你就会 在里面 找尋一下 天主的声音 所以 希望我们 不要只是靠着 神事 神梦啊 那些 我记得有一个 神兴活活 有些的 曾经有一个 有几个人 跟我来 跟我聊天 他说 朱靠 糟了 我始终没有神 神舌 神舌 就是用一些的声音 你会不明白的 但是是跟天主 在说话那些 我说 我都没有 记得这些的东西 不是去得救的 途径 这些只是一些的 令到我们 增强我们的信德 到头来的 是怎样的 要好像那些热了的 炭一样 是怎样的 那些就是信德 我们要的就是信德 无论是天主的声音 是哪一种 直接告诉我们 间接告诉我们 或者藉着 普通的生活里面 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 去到我们心里面的 信德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们的信德 令到我们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每一个脚踏实地 在我们的职责里面 做一个好的学生 做一个好的爸爸妈妈 做一个好的工作的职员 做一个好的阿爷 好的阿妈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神父 这些的 就是我们的忠证 这些就是我们的信德 这些就是我们要聆听 天主陪伴着大家 宁见证的 领初领圣体的 天主是 你是拣选的 就好像 你会再一次听到 就说 这是我的爱子 是指你 不是只是指耶稣 是指着你们 这就是我的爱子 希望大家都能够 一一这样 今天借着 这个的聆听天主的声音 是几篇的读经 提醒着大家 也都好像圣老灵 圣老灵在一样 他今天我们庆祝他 而他怎么样 就是听到 他的主教和他说的一句话 三日 三日之后你会跟随着他 而他就在三日里面 能够 坚强得到自己的信德 入到心里面 面对着 就算用火来烧 都不怕 希望我们都有着这份的 入到心的信德 希望呢 借着什么呢 借着天主的声音 无论是 和我们讲话好 或者借着我们的 良心的说话好 一日都希望 能够得到 恳求耶稣 帮助我们 也都恳求 圣母马里亚 和圣老灵座 帮助我们 能够 聆听得到 天主的声音